所以这个Damadon Indus 这边它没有那个System Permarintahan 所以如果它问到System Permarintahan 你可以只是讲这个 他们的Hangoronga Atasan 做什么东西就可以了的一样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跳那个中国的System Permarintahan了 System Permarintahan 中国的那个管理系统是怎样的 它是分不一样的朝代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朝代 所以这里我们有讲到一个朝代 就是Dynasties 上朝 所以它是Permarintahan Berraja 其实全部朝代都是Permarintahan Berraja 都是有国王的 然后只是所以它拿这个来做例子 所以Pengantahan Raja Raja的那个替代者 就是讲下一个国王是谁 是从Saudara Lelaki那里选出来的 Saudara Lelaki就是讲 然后他的那个男的亲戚 对吗?男的亲戚就是可以是 当然可以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男的了 对吗?就可能是他的直子 那些也有可能的 所以他叫Saudara Lelaki 或者是阿纳的Lelaki Raja 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是男的吧 这个还有女的 你看到吗? OK Raja Raja Sang 所以他们的国王呢 他们的权力都在Poletic 政治 就是经济 社会 和宗教方面 就是全部方面 看到吗? Raja Brikwasa Sachara Lelaki 它是直解 Lelaki就是直解 它可以直接管理菩萨本达比兰 就是它的管理 它的政治中心那边 它是直接管理 可是外面的地方 为什么它只是讲菩萨? 因为其实它有一些外面的地方 或是它占领的地方 它是交给大臣管的 OK Kwasa Raja 能不能够一般 能够一般的 Mandat Daribada Tuhan 这里有个重点 你可以提到 就是国王的 那个权力 地位 哪里来的呢? 是神的恩赐来的 神赐的 你知道吗? 批准 允许 Mandat 可以讲是允许 批准 这样 OK 允许 所以有神的允许 他们才可以有 那个地位 这样 那个国王的地位 所以Raja Raja 上不用得到 政治的那一个 本的杀汉 就是承认 不用了 因为 有血统就可以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们很看重 这个 Gatulunan 就是他的血统 知道吗? OK 所以国王 他身边帮助他的人 是谁呢? 是贵族 是那些官员 朝廷官员 这样咯 知道吗? OK 还有什么东西啊? 在Dynastity上 Golongan Bangsawan 那些贵族 会管城外的东西 会管 Villaya di Lua 菩萨本达 刚才我们讲 菩萨本达 国王可以直接管 外面呢? 外面的Villaya 外面的区域呢? 就是大臣管 区域 因为国王管不到 这样多 他就安排大臣 去外面管 你知道吗? 所以Golongan Bangsawan 那些贵族 他有权利呢 在他自己的区域 设定自己的 自己的系统 整个系统 本达可以自己 做的他们 那些大臣 很大的他们地位 比如说 怎样收税? 所以 防守要怎样防? 他们就有自己的士兵 你知道吗? 防守 防守 然后有自己的法律 也有 所以这个系统 它就有运用 过后就继续运用 到The Asimilacy 就是讲配合了 有运用了 配合的运用 在Dynastie Chow的时候 到另外一个朝代 所以这个朝代 Dynastie Chow呢 国王就分 他的Permilikan 大纳 就是土地拥有权 Permilikan 是拥有权 土地拥有权呢 分给那些Villaya 那些区域 你知道吗? 然后伟人大臣 在那个地方 Permilikan 每个地方 会有一个当地大臣 这样的 Permilikan 它要怎样呢? 它讲 Dikkat 这个D 这个调中间 哪一个 这个标 OK Di I KAT Dikkat 就是被绑着 通过 Ikla Dak Setya Ikla 是发誓 他们要发誓 中心 中臣 Dak Setya 就是中臣 OK 中 臣 然后 Disanping 同时呢 这个两个仔 Disanping Memilikan Hadiah 他们要给 给那个礼物 比如说马车 他们要供应 供应马车 供应那一个 武器 供应人 下人 还有动物 给国王 如果有需要的话 知道吗? 所以他们 也需要保护国王 OK 对他们的要求 就是他们要保护国王 还有给予 适当的 这个班段 等等 就是军队的帮助 就是提供军队 在打仗的时候 所以军人哪里来啊 国王就会讲 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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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提供我 多少人 多少个人的军队 这样咯 他们就可以打仗了 看到吗 所以那些大臣 他们有很大地位 可是他们有工作的 他们工作就是 负责 训练军人 保护国家 这样咯 知道吗 OK 所以 Permesat Tambatan Libery Hub 所以当地大臣 那些小区域的大臣 他们就有 他们的权利 也是 他们有一个权利 就是 葛多阿格玛 宗教的领导 他们可以进行 Ubacchara 这个确实是中国以前 他们有 可以做牺牲的 仪式 牺牲什么呢 可以是牺牲人 可以是牺牲动物 OK 现在就 当然是没有了 OK 所以这个仪式 看一下有仪式 那仪式 Ubacchara是仪式 祭典那些 OK 没有 算了 OK 这个 Pengobana 是牺牲 牺牲 真的是有牺牲人的 以前 拜神的时候 还是什么 他们要祭拜的时候 OK 所以 现在我们讲完 他们的 那一个 这个叫什么 System Marin 他的管理 现在我们要看 四个的 Pengkusu San Kherja 你看到吗 我们进入Pengkusu San Kherja OK 就是职业 当地呢 他有什么职业 我看我应该会讲完 这个职业 就暂停闲 然后 到 你可以自己读 他的System OK 不可以 到职业吧 我看 这个是信仰 OK 职业是到这边 来我们看 说职业 Mesopotamia 他们有什么 本股书 就专注职业 这个本股书 算是专注 什么意思 是专注 就讲 大家有 各自的专业 OK 不要写专注 写专业 有各自的专业了 就是讲不是一个人 做完所有的东西 而是有专门做工匠的人 有专门做农服的人 你看到吗 有专门做买卖的人 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有专专专专业出现呢 OK 首先一开始一定是 有多出来 LeBayhan LeBayhan就是多出 又多出了农作物 多出来又怎么啊 又怎样呢 那些农服就拿来 跟商人交换 你知道吗 跟Berdagang Berniaga 就是商人 交换他们的 多出来的东西 换他们要的东西 artisan工匠也是 他可以跟工匠交换 工匠做了东西给他 他给他们农作物 所以就发生了买卖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讲有买卖了 在Lambar Indus Lambar Indus是这边的 OK 不要紧 不用管它Indus 这个在Mesopotamia也是有的 然后一样的 然后呢 Pesopotamia 他们的那个农作物呢 来换进口东西 比如说进口金属 进口木 金 银 这种东西 OK 也有人做布料 Ber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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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瓷器 做日常用品 做家里的东西 等等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转业 就是做什么的 军人也有 这样的意思 OK 然后 这一个的Berniaga 是怎样 他们有什么职业呢 他们有Berniaga Ber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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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现活的东西 Berniaga Berniaga 好像不是这个字 是编制的字 编制 这个 编制 布 Ber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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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Berniaga Ber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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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宽阔 它的那个河很宽阔 很深 所以它的船 可以直接停泡到 岸边 是不是岸边 到码头 很靠近码头 不用讲大船停那边 然后用小船载东西 不用 它的大船 直接可以停在旁边 因为它的河很深 所以它的一些 出名的码头 这里了 OK 这里有什么职业 印度 对不对 印度那边 有Khagatan economy 有各种的经济活动 做生意 你知道吗 农业 OK 铁工匠的东西 制造业也有 它也有跟Berdagangan lua 它也有做外面的生意 因为它有出海的 比如说跟Mesopotamia 做生意 看到吗 对哦 这个它讲的是 它有做生意 跟Lumbar Indus 就是这边 这个讲 有跟Mesopotamia 做生意 就是这边 看到吗 为什么呢 证据是这样 他们找到 OK 这个重要 开来一下 他们找到 印度所制造的 Chap moho Chap moho 就是银 那个chop OK 国王的那个chop 在印度制造的 在Mesopotamia 找不到 很远啊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年代 他们没有算到时间 他们可以用科学方式 指导时间 OK 所以有证据显示 他们两个Damadun 有做生意 OK 所以有一些 主要他们卖的东西 就是 是锦 象牙 Gardinggagia象牙 Mani 是珠宝 还有农作物 所以他的农夫做什么的 他的农夫种 巴黎 玉米 种豆类等等 他的工匠呢 是主要 是金属的东西 还有陶瓷的东西 也有 OK Damadun 黄和的 没有讲到 他本故书上 的科学案 不过差不多一样的 就这样 他们有做什么工作 专业 等等的 OK 你可以 对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 如果没有讲到 你就不用管他 有讲到 你就读 就这样 很简单 OK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发现到 我这样讲讲讲 是很多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跳过 有一些细节 又没有提到 我觉得很 就没有 没有意义 这样的复习 所以我 就讲着去 所以我看 这一堂课 我来不及 讲两课 一课都讲 不然这是 我不要紧 我讲到哪里 你就读到哪里 我会出 练习到那边 OK 我会出一个 简单的实体的 quiz罢了 可是呢 我会到这边 就是这一面 OK at least这里 这里你知道了 看到吗 所以没有到宗教 看到吗 宗教和信仰 没有到 你等下读一读 到这个是第五面 五面 一二三四五 五面 OK 当然在假期的时间 没有时间 你就读后面的 这样下一次我解释 你也更容易洗手 这一个字 你看好像很长 其实它是很好地 跟你分配好 四个达马顿的差别了的 你知道吗 它的特征啊等等 它的贡献啊那些的 所以很好 很好读的 其实是 OK 分号好了的 OK 所以等下你读一读到第五面 OK 然后我会出题目 到第五面 还有第六面的一点点 这边 就是第六面 是不是这里一点点 OK 就是没有到宗教信仰就对了 OK 所以你读一读 准备一下 等下那个实题的quiz 你读一读到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